很多人说认不出哪批是妮口 今天详细带你们分析一下妮口与其他白马的区别 首先妮口额头侧面的棕毛又厚又长都快到膝盖了 而其他白马的棕毛只到脖子下面一点的位置 第二点就是妮口左眼是乌蓝色右眼是棕色 而其他马两只眼睛颜色都是一样的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其实相处久了你会发现每批马的眼睛眼神都是不一样的 第三点就是妮口的鼻子是粉色加黑色的点点 感觉像是什么东西发霉了 而你看这匹马的鼻子中间和嘴唇是肉粉色两边是整块黑 或者是像这样全黑色 第四点就是妮口脸上身上是纯白色的毛没有任何斑点 而有的马是脸部耳朵身上长的全是褐色的斑点 第五点就是脸型不同 其实马跟人一样脸型都是不一样的 像妮口就是属于长方脸 而像这匹马就属于短方脸 腮帮比较大 还有这匹马的腮帮长了几个大骨包 而这几匹马的腮帮比较窄属于瘦长脸 最后一点比较好认 是因为它的额头上扎了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其实我和你们一样 除了了解白马 像这种荷兰温血我也是分不清的 觉得它们长得都一样 后来听教练说 我才知道原来它们是按鼻子中间白色的毛来区分的 而这个白色的毛名字叫做流星 像这匹马的流星是从额头到鼻子一通到底的 叫做长流星 而右边这匹马额头上只有一个白色的点叫做短流星 这匹马是额头有鼻子有中间没有 像这样的叫做断流星 还有像左边这匹马就是天生没有流星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的流星跟人的指纹一样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批是一模一样的